一席紅色洋裝優雅現身 川普獲得共和黨提名 再度披震跑選總統的高光時刻 身為夫人的梅蘭妮雅 最後一刻 閃亮登場 舉手投足吸引全場目光 因為梅蘭妮雅從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川普宣布競選至今 只公開露面過兩次 這回多次佔據鏡頭特寫 外界也注意到 川普家族幾乎全員出動 川普二媳婦賴拉首度登上全代會舞台演講 被認為其家族地位已經超越 前第一千金伊凡卡夫婦 鏡頭也拍到伊凡卡帶著女兒阿拉貝拉到場 十三歲的他跟奶奶梅蘭妮雅互動頻繁 但最令川普驕傲的莫過於長孫女 十七歲的凱依成了共和黨大會最美焦點 閉幕日最後環節全體上台 二女兒蒂芬妮也入境 一字排開川普家族女性各個高顏值 如今有望回歸美國第一家庭 這次成為美光燈焦點 三立新聞 楊俊宗報導 霸道 詳許 阿拉貴